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仲英为铁胆庄的庄主 周琪周英杰之父 江湖大豪杰 老年得此啊 由于儿子被张哨中哄骗 导致文太来被蜻蜓捕获 红花会众当家的以为周仲英啊 与蜻蜓勾结 陷害文太来 所以众大家车轮大战周老英雄 可以说没有留什么余地啊 但是周仲英以一人之力却未落下风 后来陈家洛未想投工显示威风 独占周仲英 结果无法取胜 逼得用出绝招 百花错拳 这才烧胜了一筹 王维扬 金庸武侠小说《书简恩仇录》中的人物 出场时年为62岁 其30岁起出来闯道 走标 以一把八卦刀 一对八卦掌打遍江北陆林无敌手 号称威震合宿 王维扬 陆林中有言道 宁碰阎王 莫碰老王 与张绍虫比武 张绍虫啊 因前一天受挫于陈家洛 文太来二人啊 比武失手 拜后用计重伤王维扬 欲将之活埋啊 陈家洛率众豪杰赶至 将张绍虫活捉 王维扬因此逃过一难 另外啊 飞狐外传的八卦刀 商剑名 也是出自于其门下 陆飞青啊 是武当派民宿 绰号免里真 金山武当柔云剑术 也擅长用芙蓉金针打血 有师兄马真 也就是武当掌门啊 后来死在张绍虫手中 师弟活手判官张绍虫 其武器呢 是白龙剑 是一柄可以手尾相接的宝剑 他不仅武功卓绝 而且智慧极高 关东魔头 焦文七 发现陆飞青行葬 约了陕西巡抚中的两名高手寻仇厮杀 陆飞青是力敌三战 毫无拒责 挤射险境 终于用点血手 大摔背手 芙蓉金针连笔三敌 这一场戏啊 是极写陆飞青的武艺高强 与智谋出众 张绍虫啊 武当派的三弟子 绰号活手判官 膳食一柄 宁必见 武功绝顶 为人呢 热衷于功名 投身朝廷 做了朝廷鹰犬 专门和红花会群雄为仇作对 武功极是厉害 但是吧 给人的感觉呢 总是大而不当 如大象的笨拙 如驴子的愚蠢 如猪的贪婪 如狼的狠毒 这是一个极丑恶之大成者 丑恶呢 颇有几分分量 正堪与众英雄做对手 正是他邪恶的厉害之处 才能衬托出正义的力量来 有文泰来等英勇高强的草莽英雄 也有厉害的朝廷武将 活手判官张绍虫呢 堪称与红花会群雄势均力敌 白花措手 此拳法为天池怪侠 袁氏肖所创拳法 袁氏肖人生诗意 性情极变 发誓做前人未做之事 打前人未打之拳 于是他融通百家 另辟蹊径创出此拳 白花措拳的要旨 在于似是而非 出其不意 昭氏大被与祖宗正宗收法 陈家洛学会此拳 在铁胆庄击败了周仲英 确实打不过张绍虫了 由于袁氏肖啊 是真正习遍百家拳术 而成百花措拳 而陈家洛呢 只学其行 却没有百家拳术的根基 终究无法击败张绍虫 后来陈家洛官养生主 悟出袍丁解牛掌 掌法与英律相配合 终于击败了张绍虫 天山双英啊 是书奖恩仇录中的人物组合 是霍青铜的师父 雪雕观明梅 与师公 突救 陈正德的合成 作为武林中的老前辈了 那武功自然是不弱的 在与红花会众高手的车轮战中啊 亦能保持不败 这夫妇二人隐居在回部 以三分剑术和夫妻吵架 而著称江湖 不过全书呢 更侧重些 天山双英与天池怪侠 袁世骁的三角恋情啊 当真是老小孩了 后来天山双英 曾刺杀乾隆魏城 后帮助红花会返青 最后在皇宫一战中 陈正德战死 观明梅自杀以驯夫 吴臣道长 红花会二当家 外号追魂夺名剑 七十二路追魂夺名剑 全书剑法第一 配上连环迷宗腿啊 武功可以说是 红花会中最顶尖的 常人刺一剑 他刺刺五剑 性格暴躁 本来是一堂乡主 曾只用脚大破铁击帮 曾被一位千金小姐 所欺骗而字断一臂 被香堂兄弟获救 出了家 后来加入红花会 收服亲其帮 吴臣道长的剑术啊 那是随心所欲 很是高明 特别是与乾隆的御前侍卫 一尾渡江楚元笔剑一段 给人啊留下深刻印象 吴臣道长戏弄楚元 将楚元全身衣服啊 割成碎片 七零八落 不成模样 甚至将楚元的辫子 头发 眉毛 全部剃得干干净净 最后呢 将楚元的裤带也给割断了 维斯尔丁阿凡提 全书中唯一一个被袁世骁看上的人 武功深不可测 如果非要找一个人和袁世骁啊 争天下第一 那全书也唯有大胡子阿凡提了 他手持轻吕剑 武功破位奇特 后来张绍虫与阿凡提比武 阿凡提呢 居然在对方淋漓的掌风之下 给武林高手张绍虫 脸上抹了五条霉烟 张绍虫尽管施展无极玄弓拳 攻出一连串凶狠的招数 却被阿凡提一一躲过 张绍虫身经百战 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怪人怪招 这只铁锅在小说中啊 居然成了最怪异的武器 他不仅武功高 而且还是一位心理学大师呢 千金小姐李元旨 苦练金敌秀才于于同 屡次碰壁 便有心向阿凡提讨教 征服男人的方法 天池怪侠袁世霄 乃红花会总舵主 陈家洛的师父 武功天下第一 环顾一部书家恩仇录里啊 也只有那个传说中的 大胡子阿凡提能相提并论 阿凡提啊 虽然武功深不可测 但按照他的行事做派呢 他是不会来争武功第一 这个名堂的啊 袁世霄的实战经验 比阿凡提丰富的太多了 所以呢最终的盛面还是很大的 至于大反派张绍崇啊 不过是口上拆了几招就乖乖认输了 其他人呢更是没得比了 其实啊 书建恩仇录作为金庸的第一部作品 说实话是金庸作品中的下等之作啊 书建恩仇录啊 有两语声的风格 特点呢就是 儒侠男主角 性格平淡 豪迈女主角 英姿萨爽 江湖和朝廷相结合 优点呢 在于女主角霍清童 是个很讨喜的角色 故事逻辑性呢 没什么大毛病 缺点呀 是在于剧情太平淡 出场人物太多 刻画不够鲜明 黑白两道实力对比悬术 红花会实力太强 反派呢 只有一个张绍崇能拿得出手 主要原因是反派太弱了 主角不怎么开挂 让读者呢 缺乏代入感 而且男主角张绍崇啊 太没性格了 对比杨过 伟小宝 郭靖 乔峰 这样性格鲜明的主角啊 形象太薄弱 反而是 《飞狐外传》中的 中年陈家乐 更招人喜欢一些 有些描述啊 他太不真实了 为了戏剧性 而戏剧性的感觉 就比如香香公主吧 美得让士兵丢下武器 又比如 为了义气 失手杀了自己儿子的周仲英 最有意思的段落呀 我觉得反而是 乾隆皇帝去嫖妓那段啊 但是啊 作为武侠小说 那比其他人的 还是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 只是对比于 社交三部曲啊 天龙八部 路顶纪孝 江湖 又是差了很多 但唯一有意义的是 书建恩仇路 开启了金老 称霸武侠之路 作为第一部武侠小说 这种意义 确实划时代的 新年时期嘛 难免怀念金老 希望金老 新年安好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